台幅大中华新聞來看何美農會立席照顧站 對了世界運動出席頂頂動態的核心課點以外 說也來邀請到漢明基督教病院的好理師丹正義 開設健康飲食的工作 希望讓中博了解到健康吃 吃健康的飲食方法 為了讓中博吃了健康健康 何美農會立席照顧站 特別邀請中博漢明基督教病院的專業核理師丹正義 來為中博更利正確的健康意識關聯 我們均衡的飲食和正確的飲食觀念 可以照顧我們長輩的健康 何美鎮農會我們的綠色照顧站 也請到我們的志工媽媽 他們來精心幫我們長輩調理的共餐的飲食 用我們地產地銷當季當令最新鮮的食材 我們天天五蔬果 而且我們的魚肉蛋奶這個五大元素來照顧我們長輩 也希望透過我們成護理師對我們長輩的正確的健康知識傳遞 讓他們平時在家裡能夠注重他們的營養 我的餐盤均衡飲食是個人最普遍的健康意識關聯 但正義老師這次也將地中海飲食和德蘇飲食的新關聯 帶給了聯合館 台灣人普遍的對於青菜的攝取是比較少的 那無論是地中海飲食或是德蘇飲食 他們強調的都是比較大量的蔬菜類 那甚至於會少掉我們台灣人很常吃的紅肉類的食物 因為台灣在烤肉啦炸排骨啦等等用的都是紅肉比較多 可是在西方國家研究來說 那這個海鮮類的飲食呢更能有效的預防一些慢性疾病 然後甚至於對於年老失智的預防也是有幫助的 經濟統計資料顯示地中海飲食可以以往心肺降一倍 甘情阿滋海莫鎮定一倍 那如果德蘇飲食有降肺還沒好過 無論是哪一種飲食方式 重點就是要均衡飲食 健康吃吃健康最重要 多中華新聞也方有何必採訪報道